在地媒体又添一笔辉煌的记录 由本公司新闻团队所制播的彩虹下的幸福 参加第六届国际金轮奖 获得电视特优主持人奖 提高远景士气 抖六派出所的志工几乎天天来煮午餐 简单的家常料理 让远景有更充足的体力来维护家园安全 透过石座来认识生态 台中太平的丑隆普富佑找来了鱼丸博 教大家做美味的鱼丸 想知道更多详情 都在今天4月25号的中台湾点播新闻